第一个,五魂殿长老级别人物 男性却拥有邪魅的声音 着实让人沉迷 漫迷都觉得他很可爱 可爱在于带着任务击杀唐三 却因为高贵的赏花品德 除了唐三,谁也不想杀 他是斗罗大陆除了唐三 唯一认识各种仙草的人 本名只有两个字 却被独孤伯独斗罗将月字改成花名 两人有点渊源 每一次打架,独孤伯都打不过 唯一一次借用唐三给的子母追魂夺命胆 才略胜一筹 喜欢喝五魂殿的一个鬼影喝酒吃肉 教皇比比东坐下的斗罗人物 虽排名靠前 却不是因为自身实力强大 而是因为有一个五魂融合剂 现在是脑袋瓜活动时间 你女儿是我女儿的妈妈 请问我是你的谁 评论区说出你的答案 她身世凄惨 小时候和姐姐相依为命 后来投奔五魂殿 经常出没执行任务 在与比比东围攻泰坦巨员 森林帝皇天青牛莽时 天天陪她喝酒吃肉的另一半 一名封号斗罗被唐三秒杀 自此比比东不再重视他 安排他带队阻断天斗帝国军队粮草攻击 就是在这一次 唐三将其击杀 却不忍心看到死亡的场面 对于这个人 唐三是不想伤害的 只能怪他跟错了人 唐三与五魂殿终究是势不两立 这个人是谁呢 评论区说出你的答案 第二个是五魂殿黄金一代的核心 从小父母双亡 五魂殿抚养他和哥哥长大 五魂殿的恩情他无法报答 五魂帝国后全力仅次于比比东 下一任教皇顺位继承人 身材火辣 丝毫不逊色于朱竹青 小五成熟而五魅 将五魂殿的荣誉 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性格坚毅 拥有两块魂骨 在比比东心里 地位比千任选还高 有一个哥哥 也是黄金一代之一 可以联合施展五魂融合计 哥哥是他所见男人中最为出色的一个 在黄金一代中有个人追求他多年 却始终没有答应 五魂虽然很妖媚 却洁身自爱 唐三是他这一生中唯一爱上的男人 屡次被唐三所救 携手共闯杀戮之都 唐三的优秀不得不让他悄悄地关注 一个连胜72场 一个连胜67场 再加上化名唐银的唐三相貌英俊 深深被唐三吸引 共同经历暗金三头蝙蝠王的围攻 使手猎羊蛇的阻拦 心魔的战胜 曾向唐三表明心迹 却被早已名花有主的唐三拒绝 后面被杀戮之王追杀 被唐三所救 虽然杀戮不断 却心地善良 为唐三着想 武魂殿中 他是第二个让唐三有好感的人 你们认为这个人谁呢 为何唐三不想杀害这两人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